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同学也练习一下如何将这原本灰色的这个矩形呢 怎么样把它改变颜色 首先我们进入到编辑模式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方块已经变成橘色 我们按一下A就可以取消它的选择 这个时候又恢复到它的灰色 好 这时候我们点选下方选择面的这样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用滑鼠的右键 点选我们指定要的这个区块 我们想要改变颜色 那如何改变颜色呢 我们先将这个属性面板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点选这个球体 这个球体呢是改变这个物件的表面的材质跟颜色的一个选单 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点选之后呢 我们用加 我们来新增一个新的颜色 那这个地方呢 目前内定是灰色 我们选择Diffuse这个选项 Diffuse它的意思就是物件在正常光源下所呈现的色彩 这是我们点一下白色这个区块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色盘里面选择我们要的颜色 好 我们大致选到一个粉绿色 OK 好 如果选好之后我们也确定之后 底下其实还有其他选项 我们暂且以后再说 那我们选择Assign这个地方 一定要按Assign它的颜色才能应用上去 Assign 好 各位看到 这个粉绿色已经套在这个色块上头了 好 再来我们来这一面我们再试一次 我们选另外一个颜色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加 再新增跟刚才的步骤是完全一样的 好 我们再选一个 好 橘色 OK 然后一样我们Assign 以此类推我们就把这个物件的四周呢都把它改了颜色 好 重复 其实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只要把它每个动作重复循环的使用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摄影机沿着物件 用360度的方式来拍摄这个物件的外观 我们选它的上市图 好 在这上市图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举行的正上方 好 我们接下来先把它还原到物件模式 然后我们选择Create这个地方 我们来画一个圆形 我们点选Circle 按一个S 各位有看到这个圆形就出现了 而且也放大 然后摄影机呢 我们用拖曳的方式先找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放到右侧 好 那这个位置放上去之后 我们来放到它的切昏式图 然后我们把它降下来 好 选好之后我们看一下 那它大致已经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的位置上投 这时候我们开始要让摄影机锁定这个轨道 好 然后沿着这轨道 圆形的轨道开始运行 这时候请你们按Shift键 然后也选择相机也选择这个圆圈圈 快速键Ctrl P 好 按Ctrl P会出现一个下拉式面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点选Follow Path这个选项 好 选好之后各位看一下 我们用预览的方式 我们按Play 你会发现到摄影机已经可以跟着这个整个轨道开始旋转 对 刚才这个已经到网格格式 我们把它回到Solid 好 我们来点选摄影机 那我们可以把它跟物件同时圈选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快速键 Ctrl T 我们可以选择就叫MagTrack的一个下拉式选单 这个时候请你们选择Track to Constraint这个选项 选这个时候让摄影机的方向锁定到这个物件上面 好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锁定了 那我们来预览看看 你会发现到摄影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这个物件 而且可以根据这个物件的轨迹呢 开始进行360度的旋转 至于在摄影机里面所看到的景象为何呢 我们可以在View这个地方 全选Camera 然后指定Aptic Camera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从摄影机的镜头里面所看到的景象 好 我们来预览看看 这就是未来我们在输出影片的时候 整个摄影机所拍摄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物件这360度 就会随着摄影机的角度的移动 看到每个位置的颜色 我们在这里的电影里面 感谢观看